大家早安 这里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是政坛的风暴 这是在日本的政坛 这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在14号就宣布说 不再竞选自民党的总裁 也为了之后的日向的选举投下了一个震撼蛋 也就是说他不会再担任下一届的日本的首相了 主要就是因为岸田他自己在任内的一些政治献金等等的弊案 导致他的民调现在低于20% 另外在经济方面 日本现在拱手让出全球的第三大经济体 被德国超车 以及还有日元疲软等等的状况 但现在CNN就指出说日元的走扁 确实是导致全球的观光客蜂拥而至 狂买一些高端的景品 Watt of cash or the swipe of a credit card Tourists from China, the US, Thailand, Australia are buying up Japan's high-end items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defying global trends of a luxury slowdown The reason for this shopping spree, the week yen 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从岸田上任之后的 1块钱美元兑换大约是110块日元 而在岸田任内是持续走扁 在今年的4月底传出出现了睽違34年 扁破160日元的状况 导致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出手干预汇市 而今年的6月份到7月份 日元一度再扁到1美元兑换161日元的水准 也创下了37年半以来的新低 但是日本的经济是否能够因此逆势上扬呢 必须要看即将公布的经济成长的数据 好,岸田文雄在昨天投下震撼 但他宣布不再角逐9月份的自民党的总裁的选举 前驻纽西兰大使建文集 他现在就分析说岸田在党内的支持度 可以说是创下新低 所以他现在决定不再参选 也是帮自己找台阶下 杨文雄是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 终于找到个下铁街了 因为他选也选不上 选也选不上 他选不上 自民党的议员 参众议员不会支持他 对不对 他的派系的话 里面劳劳分崩离析 另外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党员 对他的表现也不满意 到底是日本的经济 他琢磨太少 那对于日本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他没有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一路就在搞日本的再军国主义化 这个跟日本人民的期盼是不一样 而现在国际间都在聚焦的是 谁会是下一任的日本新首相呢 现在根据日本媒体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 日本的众议员石破茂 目前是呼声最高的人选 而石破茂这几天是率团来台访问 跟赖青的总统来会面 也被记者就问到说 如果台湾真的遭到中国道德武力攻击的话 那日本应该会如何应对 会真的协防台湾吗 石破茂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受访时表示 目前应该要全力以思考的是 如何避免这样子的状况会发生 那如果事态真的发生的话 他是不便公开对外说明相关的结论 他是没有明确的表态 如果真的台海发生危机的话 那日本是不是真的会持缘台湾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在泰国的部分 政坛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动 这是泰国的总理赛塔 他是因为任命 曾经短暂入狱的前律师 担任总理办公室部长 此案在14号遭到宪法法庭 裁决是违宪 赛塔现在遭到解除总理的职务 而现在CN就分析 有可能会成为新任 泰国总理的人选 要成为泰国的新任总理 那候选人必须要从现在众议院 目前的493个人当中 取得过半的247席的支持 如果没有达到门槛的话 那么众议院必须要稍后再次召开会议 并且要重复投票的流程 而且有可能会是提名其他的候选人 现在外媒路透社分析就指出 要这一次的重新选举 很可能会让泰国的政坛再度出现动荡 另外在北韩的部分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关闭了国门将近5年 即将在12月份要重新开放 外国游客可以到访当地 北韩在去年底就开始恢复 往来平壤的国际航班 而未在中国到的旅行社 经过多方的消息就透露了 游客在今年的12月份 可以前往到北韩的白头山的地区来旅游 北韩的其他地区预计也将跟进 要恢复对外的观光 乌克兰反攻俄罗斯边境大获成功 促使俄罗斯要紧急调派兵力回防 俄罗斯就宣布已经出动了 多架苏凯25战机到库斯克州支援 并且在当地挖了好几公里长的战壕 准备要作战 但是俄罗斯二战之后 首度遭到大规模的入侵 那么乌克兰在一周内控制领土 相当于俄军今年所占领的土地面积 导致有20万平民 他们是被迫要撤离家园 另一边在中东这边 哈马斯宣布 不会参与新一轮的加萨停火谈判 恐怕会导致伊朗大规模的空袭以色列 以后双方在停火协议上 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哈马斯坚决要求要促成 7月初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 希望达成结束战争 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萨之后 才会释放人质的协议 不过以色列方面表明说 他们只会接受暂停作战 和换取更多的人质 重申唯有消灭了哈马斯才能够结束战争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